- 假设今天你在弯道中外抛了,旧的回来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SCRSMOTOTO TALK 今天我们来聊聊,假如在弯道中外抛的时候,到底旧不旧的回来 会聊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RXT的群组中 台中我们有一个车友叫做阿逊的 他把一个影片传上来,就学问说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怎么补救比较正确 那他是先撇除阴影车速过快问题等等 嗯,其实这种时候难以撇除,没关系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让大家一起先看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他从东升那边截出来的一段影片 就是台山南下102.5公里处的时候 有一辆车子,他其处可搭 似乎因为过快就整个撞伤不染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先省略掉 这是新闻中的很简短的片段 但是在这里,他也同时提供了另外一个 就是他前面那台车,后面监视器的画面 所以让我们也来看看后面监视器的画面到底是什么样呢 看了这两段影片,不晓得各位,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们首先把它拆成两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就是今天会形成这个事故的成因 那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探讨说 这个发生的状态,然后到第三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说,是不是什么办法可以去避免它 首先第一步,为什么会出去了 从那个车后监视器的影片来看的话 这辆车主他在一开始过弯的过程中 就已经在用最大的倾角在前进 那在山道中,路面绝对不会是完全平坦的 所以他在整个过弯的时候 已经一直不断的推着极限 这个时候,只要他的传动壳旁边碰到地板 或者是山路中有一些凹凸 或者是后轮失去了抓地理 这个时候,他都会产生这个现象 而我们看到,他开始打滑时 车辆后轮已经开始摇晃 然后车子才开始慢慢往外抛的 从这里就可以判断 他是后轮滑动 就是后轮抓不住地面的 然后开始滑动再抓回来 然后就开始摇摆的状态 而大家从这个影片中也可以看哦 滑动的那一刻 他的车辆开始在摇晃 各位看到这种现象有没有就有点熟悉 有点像每次讲到的死亡摇摆这件事情 死亡摇摆这件事情 就好几种状况都会发生 其实一个状况就是 驾驶他死抓着龙头 控制了车辆的方向 所以他就会不断的产生摇摆 而他在摇摆的时候 车辆就开始偏离原本的轨击 然而造成他外抛甚至到撞上电线杆的情形发生 所以这个的话最主要就是从他的后轮开始打滑 到摇摆时一直抓着龙头 然后就到撞上电线杆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开始这件事情的成因 那在过程中有我们来探讨几个点 第一个首先当然是他本身车辆控制的行角跟车速 在这个路上都过快 因为我们都知道 苏可达他的行角会受限于两旁 通常是会碰到中柱 那左边的话他们有可能会碰到传动壳 而挡车他当然收的比较高 苏可达就比较低嘛 所以相对来说苏可达当你在大行角的情况时 你旁边就随时会碰到地面 一旦碰到地面你的后人就会被撑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的车辆持续性的外抛到旧步回来的状态 第一个首先他的车速已经过快了 当然前面有说要排除掉车速过快这个问题 但我还是说真的一件事情 通常在发生外抛的时候 绝对都是车速过快 因为假设你的车速比起这个弯道曲率半径 跟理论速度上都会低非常非常多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外抛这个动作 因为你光是靠收油车辆就可以立刻收回来了 所以要形成这个外抛 第一件事他一定一定一定是车速比原本在这个曲率半径弯道 所预设的物理运动速度会更高 所以才会有外抛的状态 那第二个状态应该说不是绝对超过 甚至有可能是在这个数据或者是慢一些都有可能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 假设这个人他们操控的技术不好的话 他也有可能会形成说我车速明明比较慢 但是一样就是外抛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他的后龙开始打滑的时候 他的手抓着龙头 各位假如我看刚才那个影片呢 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车辆在摇晃的过程中 他是没有抓后刹车的 应该说他在摇晃的过程中是没有抓刹车的 他几乎到已经过了第一个电线杆 要闪过去要上第二个电线杆的时候 他后面的刹车灯才开始亮 所以各位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代表着他从开始摇晃的那一刻 车主他的肌肉就非常的紧绷 那非常紧绷的情况下 各位记得我们常常提到 有一个所谓survival reaction这件事情 就是车当他一紧张时 他就会朝降他所看过去的方向 看过去的方向全身肌肉紧张 自然就会把车子朝向你要去的方向 那当然刚才所说到刹车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他的全身肌肉紧绷 所以他前面骑车时手抓着那个手把 一旦已经发生摇晃的过程中 一紧张上半身又要抓着龙头尝试去控制 那尝试控制这个时候 他的手是没有办法松开来去抓刹车的 才会造成他的刹车到很延后的时候才开始抓 这种情况都很常会发生 像我记得以前在比划胎赛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次我在吐蕃那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就是后轮先撞到 然后导致整个车头下去 这时候是做开油的动作 理论上这个时候你只要松开拉力气的话 你车辆就可以release掉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比赛时人已经太累了 那你无法判断 包括失误一产生 你紧张人就是抓着 所以各位千万记得 人体的一个身体反应 当紧张的时候他们的手绝对是紧抓在上面的 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车手 他在骑乘的过程中 他到底是紧张啊或是什么 所以每次我们说骑车要记得放松 就是因为当你放松时 你遇到这个突发状况 你可以拿起来去抓那个刹车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得出 他因为这份紧张让他的刹车扣得很晚 扣得很晚 当然他就比较难停下来 那第二个状态 也可以看到晃的过程中 他伸出了他的左脚 那当然啦 很多人 应该这么说 近几年滑胎风行起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哇 伸脚好屌啊 过完就是一定要伸脚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各位 请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伸脚有两种 好我这么说 第一种伸脚呢 就是我们在 滑胎对滑胎车的比赛过程 或者甚至这么说 原本他就是从Motocross的那一块出现 在那种土路啊 不稳定路面的时候 我们围绕稳定车子 会把人往前坐 会把内侧脚伸出来 让荷重放到前头上面 同时 一旦有任何滑掉的状况 我们是可以救回来 这个部分是从Motocross的部分 一直到Supermoto的这一块进行的 那所以 这个 但是这个伸脚的动作 其中一点也是因为 在Supermoto 搏油的时候 我们心脚会下 下到碰到脚踏 那个时候你的脚也 没地方放 所以跟你问我们另外一个动作 叫做收脚 所以这么说 真正一个专业的车手 他在做 Supermoto的伸脚动作的时候 他们 应该说我们的脚 是不会这样子开的 我们的脚就是 紧靠着车子边缘 让车辆更稳定 当然 Supermoto的这个收脚的动作 从以前到现在 历代都不断有在做改变 这里我就再不多做赘述 我只是简单的说 在Supermoto这一块 伸脚我们其中一点 就是第一车速要够快 第二你的勤脚要够大 这个时候我们伸脚 才有做意义的动作 假设 你看很多那种 车子没有倾脚 然后又慢慢骑 那最重要的是 在进弯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特别使用到刹车 这一块 就等于是顺着进的话 那这个伸脚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这里 不好意思 希望这一段 不会得罪很多人 sorry 那 所以另外一种伸脚的状态呢 其实就是 他对车辆的没有信心 对目前的操控方向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去操控这件事情 然后我要保护我的身体 而做出身脚的动作 这个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 举个例子 就像 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们都会伸出他的四肢 去把想办法把危险隔开 来保护他身体主要的部位 所以各位想像 每次像说那种 那种电影啊 就是 不管是 有丢个棒球过来 或者是车子开很快 要撞出去的那一刻 人们都会有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 拿把手伸出来 或者是这样遮住 遮住脸 就是眼睛 这些他重要的部位 或者是 遮住他们身体的部位 东西过来 他自己遮住那边 所以同样一个道理 各位也可以反思回去 就是通常 呃 我都跟人家举个例子 像说你看到那种 呃 那种 阿伯阿嬷那种啊 他们就算骑很慢 他在过完的时候 是不是脚都一定会伸出来 尤其是那种 下雨天降 呵 那那种情况下 其实也是表现出 他对这辆车子 过弯的过程中 他没有信心 才会做整个脚 放出去的动作 所以各位记得了 就是 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 大多数的 大多数的伸脚 并不是因为真正在 因为这种东西在赛道中才有用 那在那在山路中 在一般道路的骑程中 讲难听我们不会做到 那么大的擒脚啦 所以通常各位所看到的那种伸脚啊 都是因为呃 自己对这个过完没有信心 所以我必须要藉由伸出这只脚 来让我取得安心感 呵呵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状况在呃 很多阿伯阿嬷身上都会看到 他们对这个操控 一旦没信心的时候 第一他们就开始做外行动作 因为人人不敢靠过去嘛 当你人重心往内移动 代表我对这辆车 我对这个抓地力更有信心 但是你一旦没信心 人整个自动就会往外套 往外套之后 我们就把脚伸出来 这哇避免这个车辆倒的时候 我还可以撑住他 所以呃 在这里各位所看到影片中的动作呢 他的伸脚是这个意义 就是他已经开始觉得紧张 他觉得说有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所以他的脚就伸出来 想办法去平衡这个车子 包括像他在晃动的时候 他就看到外面有那个电线感 他必须要闪抬他 所以也会做伸脚的这个动作 所以第一他紧抓着龙头 第二他的视线看着他过去的方 他直接去的方向 那第三他的脚伸出来 那他却没有稳定住车子 然后也导致他的刹车放比较慢放 然后做外勤的动作 所以这一类种种的原因 会导致他的车子最后撞上了那一块 所以今天从这个影片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发生的状况 那至于假如下次变成说 我们自己真的骑到外抛了 该怎么救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嘛 通常在山路中外抛就像前面所讲到的 外抛的现象最主要就是第一年的车速过快 其实很重要都是车速过快 或者就是操控失误等等 像要对影片中摇晃导致外抛 那当你真的发生外抛的时候 是否有办法救呢 这里很遗憾我要得告诉各位一件事 没有办法 你只要是听到那种 人家跟你说啊 在那种紧急状态啊 哇要开始外跑 要怎么发生事故以前啊 我还可以怎么样控制车子啊 煞车前期后三 然后先抓再释放在那些 能够讲这一堆的人 我说真的 这时候我就要回一个字 放屁 这些都是假的 因为当你在突发状况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survival reaction 眼睛朝着那边 全身肌肉紧绷紧抓在那里 不可能那时候所有的操控 当下都是教给你身体的反射动作 你不可能脑袋再去想说我 我现在要干嘛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这种 no way 这是假的 所以当人家跟你说 我还可以怎么样操控 怎么样操控 我讲难听点那那都是举巴骑车 我我也很厉害啊 我怎样都可以飞起来 对不对 但是我得要跟各位说 当你真的发生外跑 因为外跑通常是在你 意外中你无法预料的过程 突然就出去 这个时候整个控制 只能靠你身体的本能反应 那本能反应就是survival reaction 会出现这个动作 那至于好 当然也不是说哦 就完全完蛋了啊 我真的说假设 你要把这个状况解决 可以透过练车 因为假设你 通常有一直都在练车啊 就是有在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你车的状态 跟你这辆车在过完中 他的速度到底怎么样 他的动向到底 他的物理运动参数 到底是怎么样 你骑多你练多 你自然就知道这台车 在什么状况下会有什么反应 那当你有足够的练习量 有足够的掌握量的时候 一旦发生外抛 好这个时候我就要说 发生外抛可以怎么做了 通常我说真的 没有太多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第一种就是放开 release你的油门 release你的brake 然后让车子顺着尽量控制它过去 那第二种就是抓起刹车 让你的速度尽量减低 减低减低减低减 减到护栏前停下来 那当然假设已经减到护栏前停不下来 至少你撞上去的那一刻 那个速度相对慢下来 还比较有机会可以救回来的 所以说真的 当你外抛时要救 只有这两个方法 要么抓刹车稳定 因为你抓刹车 车一定会起来 然后让车子稳定 尽量减速到 要撞击点以前的地方停下来 或者就是整个release 把身体放松 想办法让它 车辆再顺着旋迹过去 所以当下次真的发生外抛时 是用这两种方法再解决 那我们在赛事场中 一样也会发生外抛的状况 就像之前在 我记得在大鹏弯那个时候 一二号弯啊 然后还有哪一个 我记得是三号弯 三号弯 四号弯那个时候 三号弯那时候进去的速度太快 然后线也是收不进来 就一直往外跑 往外跑 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动作就是把油 释放掉 然后 就把车子尽量再收先过来 所以各位外跑可不可以救还是可以救 但是前提就是必须要经过大量的训练 让这个所有的操控变成你身体本能的反应 这个时候才能够去谈论紧急状态下的急救方法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各位 看完这里 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随时跟我们提问 那当然 影片最后 还是让我们小小的工商打一下广告 HRS的滑胎课 跟卡普课 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开 而且现在 从新竹这边开始往台北开 然后 中南部的朋友们 你们也别急 我们会 陆续悄定状态之后 再继续开 那当然 各位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来报名 一定要来学习 我们的滑胎课程 从上课之后 现在也有继续让你们到复习 包括RAT的每个月都会开练车 所以 当你在上完课之后 你在持续练车的过程 就可以把上课中所教的东西 再做深化的动作 然后 记忆起来之后 变成你的身体的状态 变成你身体可以记住的反射状态 那 这个时候 就是 车辆技术提 除了操控技术提升以外 就是所谓 安全的驾驶 这么讲 安全的驾驶就是更高的掌控能力 你才能够在任何状况发生的时候 把身体放松 记得怎么去控制这台车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 感谢各位的收看 当然 假设你们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话 因为这一次 嗯 这一次我们把 我想把那个摩托车的讲的这一块 就是在 不管在 clubhouse 在podcast 这一块 都非常少人在讲 所以 今天是刚好用youtube这个拍影片 那之后我们 clubhouse每个礼拜一晚上 八点都会 准时开各种不同的题目 那欢迎大家一起过来 接下来我们会在podcast那边 去做相关摩托车的讨论 因为看来在那里 目前也 呃 没有摩托车的这一块 所以 各位 欢迎你们订阅我们 那 欢迎你们继续追踪我们 那 该看到这边的时候 也请大家 麻烦就是youtube下面的喜欢 以及帮忙我们按追踪 也欢迎到我们FB SCRS的社团看看 也到我们的clubhouse 礼拜一见面 podcast 我们也在准备中 今天 就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拜拜